中国大陆车厂真的什么创意都能发想出来,这次比亚迪加上德国宾市合资成立的全新品牌深圳腾式汽车,竟然让休旅车也能甩尾,而且还是纯电驱动的SUV,在这辆车尾超像宝石杰凯燕的腾式N7列跑SUV上,上演超猛的连续飘移,最重要的是像这样的甩尾看似非常复杂,其实根本不用驾驶着有什么高超技术,或是经历过什么专业赛车训练,而是这辆车会自动帮你甩尾飘移。 也就是说只要驾驶上车后用脚踩电门,同时记得把方向盘反打就好,其他全交给车上复杂的电脑就可以,这就是腾式汽车最新发表的腾式N7列跑SUV,车上所标榜的智慧底盘,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搭载了比亚迪独立研发的云免A智慧空气车身控制系统,进一步进化成为IADC智慧飘移控制系统,通过电脑调整避震气阻尼以及高度,同时不断增加或减少马达的扭力以及刹车的力道。 可以以口气由电脑同步控制车辆的前进跟刹车,另外还有主动悬吊的软硬分配,让驾驶只要上车踩电门反打方向盘,就能体验自己开车甩尾的乐趣。 这根本不需要什么投文字地藤原拓海的技术,车子自己会帮你搞定,宛如打电动玩具一样,同时系统还根据车辆姿态角度,把甩尾动作设定成时即可调,同时也分为初级模式玩家模式还有最夸张的大师模式,让甩尾操作变得更简单。 但大家最担心的是万一车辆失控怎么办? 其实这套智慧飘移控制系统,当车辆突然失控的时候,还会联动ESP防滑系统,对车子进行稳定控制和扭力限制,尽可能保护极限状态下的车辆稳定性。 让驾驶体验甩尾乐趣的同时,也确保了驾驶安全,同时当一键开启智慧飘移控制系统后,车身高度自动降低,车内抬头显示器还有仪表板以及中央数位多媒体荧幕,会联动即时显示车辆状况,营造沉浸式甩尾气氛,进一步增强驾驶乐趣。 这样的系统比起目前奥迪RS车系以及福特甩尾辅助有相当大的区别,因为这辆中国大陆的腾式N7列跑SUV,搭载的是比亚迪独立研发的云免A智慧空气车身控制系统,除了搭载了主动气压悬吊,可以利用空气弹簧调节避震器高度跟阻尼软硬之外,还能可以主动感应前方路口坑洞主动调整避震器,甚至还能跟车上的座椅结合,主动调节驾驶座侧侧向支撑, 可说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主动悬吊科技,但车要甩尾也要有足够的动力,这辆腾式N7列跑SUV搭配的泳磁同步马达,具有0-100公里加速3秒上下的实力,价位将落在人民币40万上下,折合台币180万的区间,但如果车尾可以不要那么像保时捷凯燕的话,相信车上的主动甩尾科技,将会更加强烟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响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。 搜索中天车响家,或是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们了。